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是被严子方抢先一步了 妇柔不想跟严子方在一起 严子方就囚禁了妇柔 其实严子方并不是真的爱妇柔 她的爱是为了占有 是不甘心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 严子方遭妇柔拒绝 便喝了好多酒 晚上误把陆盈盈当成了妇柔 两人已有夫妻之时了 原来是陆盈盈跟踪严子方 才发现严子方囚禁了妇柔 陆盈盈为了救妇柔 甘愿替代妇柔 换上妇柔的衣服 就这样被严子方当成了妇柔 生命煮成薯饭了 其实陆盈盈为了救妇柔 甘愿被严子方惦恶清白 本来就是有自己的私心的 第一 陆盈盈本来心里喜欢的就是严子方 所以想把自己给她也是心甘情愿的 第二 她是为了救自己的哥哥陆奇 因为只有严子方有药 可以救她的哥哥陆奇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她想用自己来弥补陆家的罪过 化解严子方跟陆家的仇恨 想让严子方忘掉仇恨 带她一起远走高飞 可惜严子方现在只喜欢妇柔一个人 陆盈盈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说实话 陆家的人也只有陆盈盈是善良的 陆家其他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可惜陆盈盈终究是深情错付了 如果有其他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水晶娱乐 敬请关注哦